觀眾朋友你好 高雄美濃地震 以及台南微貫大樓的倒塌 讓大家現在非常非常在意一件事情 叫做土壤異化 什麼是土壤異化 很多人最近在看影片的時候 會嚇了一大跳 說 怎麼突然間 我們地基不去 房子就垮下去 就不見了 就好像是之前我們在看所謂的新聞說 天坑 突然間房子被吃掉 這個叫做土壤異化 為什麼會發生土壤異化 但是土壤異化 真的一定會導致建築物的大規模倒塌嗎 還是其實土壤異化 根本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有太多在工程上補強的一些做法 這幾天大家很關心說 好 你至少政府要公佈 哪裡是可能土壤異化的地區 在之前大家說其實政府都有資料 但是不太敢公佈 可是現在中央政府決定在三月 也就是大概是在一個月過後 就要公佈全臺灣應該是六個縣市 特別是都會區 可能這個叫做土壤異化的淺市區域 特別要強調的是 既然叫做淺市區 就表示它還沒有異化 可是一旦發生 也許是五級 甚至六級以上的地震的話 就會在都會區 很多地方就會導致 所謂的土壤異化的情形 今天我們好好來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土壤異化 為什麼會土壤異化 以及如果說你住的地方 是所謂的土壤異化淺市區的話 該怎麼辦 介紹四位專家學者 特別歡迎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主任 同時也是臺大地質系的教授 陳鴻宇 陳老師 大家好 中央大學土木系的教授 同時也是國政中心的組長 黃俊宏 黃老師 大家好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的理事長 洪啟的洪理事長 大家好 房仲公會全聯會的榮譽理事長 李同鴻理事長 我們先來看看幾個數據 這個數據其實在這個禮拜 網路上大家都已經流傳很多很多 這其實是在之前 臺北市政府就做的一個情形 不過特別強調 這個叫做淺市區 或叫淺能區 就很像土石流淺市區 可能會幫 可能會異化 但是還沒有 所以特別強調是 這些地方還沒有異化 但是一旦發生所謂的0.23G 大概也就是五級以上的地震的話 這些地方所謂的高度 淺市異化的區域 臺北市有哪裡了 澀子島 以前澀子島的 衝擊出來的一個土地 九白石牌派出所以北 士林文林橋以帶 明泉西路到臺北橋 明泉東路 松江路 建國北路 南京東路範圍這邊 還有中校東路市民大道 杭州南北路範圍 新生北市民大道交界處 在南港 在長庚紀念醫院 五常國中 五常國小 然後大安森林公園以東 信義路四段加油站 青年圖書館 然後在AIT 西北跟大安森林公園北側 還有青年公園以東 這個是只有臺北市 這個是已經其實之前都做了 可是很多人說 你之前的探勘準確嗎 這是好幾年前的資料 以前真的打的這個所謂的打下去 打得夠深嗎 資料正確嗎 而且這有太多太多假設性的情形 包括說第一個 你是沙質的地質 包括說你地下水要夠多 而且水位要夠高 再來最重要最重要 這個要有強力的所謂的地震 才會造成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在台南的情形 台南在這一次美濃高雄地震之後呢 國鎮中心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一些資料 這個不是那個我們的條子倒去 這跟房子的結構無關 房子結構是好的 跟圍貫一點都不一樣 這個是在臺南高雄南部地區呢 因為土壤異化 我們的地基 這間房子歪歪 我們來看看 究竟我們剛剛講的 包括台北市其他都會的情形呢 會不會像這一次台南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因為土壤異化 不是因為柱子倒掉 是因為土壤異化 整間房子出來 我們來看大一點 這個是在南部的情形 土壤異化 你會覺得說這間房子歪歪 這條子不倒 這是因為土壤異化 地基洞了 我們來再看看其他這些照片 土壤異化 所以房子又歪掉 換句話說 大家很擔心的是 會不會因為土壤異化 使得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財產 受到嚴重的威脅 我先請教一下陳老師 什麼叫做土壤異化 其實土壤異化 就剛剛信聰聰所講的 它的基本條件 在地表下 很可能需要一個沙土層的結構 沙土層的結構 它的厚度大概在20公尺以內就可以了 然後要比較高的地下水位 地下水 這個沙子的結構 因為它是一個顆粒 這個顆粒 它可以透水 但是這是一個地質環境的必要條件而已 它必須有外力的作用 外力是什麼作用 就是地盪 把它搖晃一下 搖晃的同時 這個顆粒很可能在地震的同時 向左向右擺動 它會向左向右擺動 地震 地震大概5秒10秒 很可能 或者是稍微長一點 這個5秒10秒 它在擺動的同時 那個水 在裡頭 它也會擺來擺去 可是 當你5秒10秒停止的同時 這個顆粒 會不會從東西南北方向停在原位 它可能向東邊跑了一公分 可能向南邊跑了一公分 但是這個土壤 地表下這個土壤 它的上頭叫什麼 建築物房子 房子本來的基礎 就放在這個殺顆粒的這個基礎 以它為基礎 但是這個顆粒本來在跑 本來在跑 但是它跑的同時 等它5秒10秒停下來 那一刹那 房子它很可能跟著土壤 這樣往前推一下 往後推一下 那它就不會留在原位 我們知道這個建築是很重的 這個建築可能三層 四層 五層 那這個建築 它可能不會留在原位 它可能往前面這個跑一下 往後面跑一下 然後加上這些土壤 這些殺土的結構 可能比較鬆散 有沒有 5秒10秒停的時候 這個房子的結構 重了 會點下去 所以我們常常在這些結構體的四面八方 看到什麼 因為當你停止的那一剎那之間 那些水要跑去 往上往下 只有往上的路徑最短 所以它就噴上來 我們常常在現場看到噴沙 我們就像六股 六肥 在噴沙一樣 然後一塊一塊一塊 所以我們在現場 看到很多那些沙子的東西 噴出來噴沙的現象 所以它的基本條件 就是必須要有地表下沙塵的結構 地表下 這個 高的地下水位 當然 要足夠的水 足夠的水 這兩個是最基本的 那當然 就是土壤 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造成這個 易化的現象 我在也許 稍微用這個概念 可能比較粗糙一點 譬如說 這就是我們的地基 所以如果你的地基 是岩盤的 不會有易化的問題 不會有易化現象 如果你的地基呢 這個地層呢 是很黏的那種黏土 也不會 也不會有易化進行 如果你的地基呢 是沙子的 然後比較鬆散 但是它已經遍布這樣子 所以你家 譬如說這間是家 你去的這裡 會比較有地下水 而且它水位要足夠 平常都不會有事 但是地震來搖搖搖搖 就把原本遍布的這個沙子呢 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它空間就出來了 水就跑出來 然後這邊就不見了 也就是沙土突然變成泥漿 比水出得歪掉 所以我要請教黃老師 我們連續來看兩段影片 這兩段影片 可能會導致所謂的 不必要的恐慌 但這是不是正確的土壤易化的解釋 第一段我們來看看 這是由聖工坊跟國科會所合作的 一段影片 藝人唐重慎 其實這幾天 大家在網路上也都有看過這一段 我們特別請聖工坊給我們授權 我們來看看他做的這個實驗 是不是就是土壤易化 而所謂的土壤易化 是不是一定會導致這麼大的災難 我們先來看看 有一個透明的玻璃箱子 我們在裡頭倒進些許的水 OK 現在我們把水 倒到這個透明的玻璃箱子裡頭 好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箱子裡頭 裝進一些乾的沙子 沙子要裝多少呢 也不用太多 大概是 剛好能夠蓋住這個水的表面就可以了 沾了一點點 沾了一點點 OK了 現在我們用肉眼從上往下看 當然只看到乾乾的沙子 我們不知道它裡頭還有多少的水分 但是從這個玻璃箱子的側面 我們清楚的看到了 其實這一塊土地裡頭 蘊含了相當飽和的地下水 OK 我們現在試著在這塊土地上 蓋房子 假設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從此就安居樂業了嗎 不要忘了喔 台灣位在地震帶上 萬一不幸發生了大地震的時候 地層會劇烈的晃動 晃動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我們看到了 悲劇發生了 土壤瞬間異化了 所以我先請教小黃老師 這個就是土壤異化 就一定會防止倒塌 是這樣嗎 這個我再補充一下 土壤異化 如果是沙子的話 它在乾燥的情況 你搖它的話 沙子一定會呈現 可是當它充滿水的時候 它孔隙被水佔據的時候 當你搖晃它的時候 沙因為要往空間擠就會擠壓水 這時候水壓就會變大 所以你搖得越久 它水壓越來越大 它大到超過土壤的有效應 它會把沙顆粒把它頂開 這時候沙就像潛伏在水中的粒子一樣 完全沒有承載力 沒有碱粒強度 這時候地震波 就沒辦法傳到上面的結構物 但是因為它已經變成 碱粒強度很低的液體 所以你整個結構物的重量下來 就會產生呈現傾斜 為什麼會傾斜 因為你可能上部載重不均勻 你可能液化的沙土層厚薄不一 所以你就會產生傾斜 那通常在空地上 你看到的現象像农地 你看到的是噴沙孔 或是劣系的 系列的噴沙孔 在有房子裡面 你會看到從房子的牆壁 邊邊角角還有排水溝 它會沿著施工的裂縫噴出來 然後甚至阻塞了整個周圍的排水溝 跟你的廁所的馬桶 或是說像你有井的話 它也會把井充滿 但是對於管線的話 因為管線的比重 比那個沙水混合物的比重輕 所以地下的管線 地下的香寒都會浮起來 包括人孔也會浮起來 這會造成很多生命線的斷裂 會造成很多生活機能上的不方便 所以呢 你土壤液化建築物的呈現行為 是看它的層數有多高 採用什麼樣的基礎形式 它有沒有地下室 都會影響到這個呈現量跟傾斜 請教黃老師 所以如果是土壤液化 或是土壤液化的顯示區的房子 是不是一定會倒 是不是就真的不能住人 那可能不一定 因為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以前的磚孔 都是沿著捷運線的磚孔 做液化潛能區也是用那些磚孔 可是現在台北市很多地下 全部挖空挖得很深 幾乎已經把液化的土壤都挖走 然後像信義區 那些都是大樓 地下室都兩三層 它已經都把液化土壤挖走了 所以真正地震來的時候 它不會有什麼問題 OK 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我們看的是民間 跟國客會合作的影片 這個是國鎮中心做自己做的一個實驗 其實概念也都差不多 也是充滿水的沙質 然後在這個上面蓋房子 一旦地震發生有的激烈搖晃之後 突然液化了 房子就傾斜或是倒塌 我們來看看 這一段是由國鎮中心所製作的一個實驗 是不是同樣的問題 好 現在地震開始發生了 搖晃搖晃 你就可以瞬間看到 它原本是沙質的土壤呢 突然間液化了 變成泥漿 房子是好的 但房子結構都是好的 沒有任何去改變 但是房子就這樣子被 幾乎被吃掉 所以這個資料如果公佈 真的不會造成恐慌嗎 黃老師 我想那個土壤液化 從1964年日本的新西地震 跟美國的阿拉斯加大地震 經過50年的研究 其實是一門非常成熟的學問 那這個在土木工程的 像醫院來看的這個專科 叫大力工程 那我們有大力工程學會 有大力工程祭司公會 都是這個專業的人 所以這個問題來講 說實在不是問題 已經是非常成熟的那個 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沒錯 所以理事長我先請教你 其實這兩天你也呼籲說 當然資訊要公開 可是你要公開是正確的資訊 你要公開是有用實際的資訊 你不是在製造恐慌 中央政府已經決定 在三月就是要公佈六個縣市都會區的 土壤液化的潛市區域 你怎麼看這個政策 我們這個臺南這個震災 實在是非常遺憾 當然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液化區 一個是不良建商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液化區加上結構安全不足夠 就會造成整個地震的時候 就會有大的災害 政府要公佈這個資訊 我是覺得應該三思而後行 也就是說公佈的資訊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民權東路 南京東路 松江路 建國北路 我那一帶範圍是很大 那是不是每一個區塊 每一個地點都是 政府要公佈的時候 那個精準度是要相當足夠的 不然的話 那這個區塊大家都造成恐慌 第二個就剛剛幾位專家講了 這個液化的程度有輕重 所以我們也不能不做防範 也不能過度恐慌 那有人說因為這樣子房價 就會跌了很多 那倒不見得 因為這個 這個就會造成很多 這個不必要的 這個有些無辜的住戶 就受遭殃 所以我覺得要政府要公佈 有三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讓民眾很清楚的認識 什麼是這個土壤液化 OK 民眾比較不清楚 這樣我們專家解釋老半天 這個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民眾還是不清楚 你一聽到說我這個區域是液化 那大家都恐慌 那所以液化要怎麼樣去補牆 所以行政院長有講過說 防範是比較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說 我剛剛講過已經講過 那個精準度一定要根據 可能你要真的要公佈 要根據地號去公佈 不然的話你說 不然你說大安公園移東 大安公園移東 還有那氛圍 東到一公里 東到兩公里 東到三公里 連新一計畫區都是移東 這樣子這個整個臺北市 大家都造成大的恐慌 你如果進行精準到 每個門牌號碼 譬如說 什麼和平東路 幾段幾號 還割得死 沒辦法 那你無辜的人更多 所以為什麼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以前 以前我們在跟這個政府機關 這個談說房仲業 要負責調查 包括斷層都列在裡頭 因為我們防災地震不只是土壤液化 還有斷層的問題 斷層的問題很嚴重 他要房仲業去做調查 房仲業我們就訪問 那你是不是要公佈 從哪個地段到金山 這個三角斷層 包括核一核二是不是安全 幾級地震會造成怎麼樣的災害 政府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後來也不敢要我們去做公佈 那到底公佈斷層是不是好 當然是好 公佈資訊透明化是好 但是你講得不清不楚 就越糟糕 洪理事長你怎麼看兩個問題 第一個土壤液化 真的是那麼嚴重 所謂的可能會土壤液化 就房子一定會倒 第二個好現在政府已經決定了 三月下個月就要公佈了 公佈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中央地調所說 三月中的時候就要公佈 臺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市 臺南市 屏東縣 這六個都會區 比較偏山的偏海的 大概就比較不會 都會區的這個土壤液化的潛市區 我側面強調是叫做潛市 就是一旦發生大地震 他可能會液化 而不是現在就液化的這個潛市區 這兩年就要完成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的調查 有人說你為什麼不全台灣調查完 再來公佈 然後再來說要怎麼公佈 分三級 如果是分數五以下 就是低度的潛市區 五到十五度就是中度的 大家最擔心就是大於十五 是叫做高度液化的潛市區 他很可能就會像我們剛剛影片 看到的那個情形 李同龍理事長他說 你說不真正你要好好調查 把液化區域危險程度分類分項 一一的說明 不可以因為台南地震 就草率公佈片面模糊的資訊 造成無辜祝福的受害 黃俊彤老師說 土壤液化不是致命的因素 政府要補助液化區 修建建物跟維生管線 公佈之後的做法才更重要 而不是公佈就政府就沒事了 公佈之後你就要強化補強 趕快搶救 而且是救的回來的 政府主動公佈土壤 液化潛能 只會增加民眾不安糾紛 對現狀沒有幫助 除非你後面那一步要趕快做 洪律師長你怎麼看 該不該公佈 公佈真的會死得那麼慘嗎 我們先看說液化到底 他對建築物的影響 那液化當然是在工程來講 他是不好的事情 以臺北地區來講 臺北他的地質 他有分黏土層跟沙塵戶層 他也全部都是沙塵 而且剛剛我們也知道說 會發生液化的大部分 會在地表面下二十米以上 而且水位要高於十米以上 另外那個顆粒也會有些限制 他有這些條件 那這個條件一般來講 我們是規定 我們其實每一個新的建案 都要送一份專案報告 這份專案報告 在民國八十六 八十六年以後 就有強制規定說 這份報告裡面 要對於液化的嚴重性影響性 一定要去評估 包括他是高度的 中度的 或是低度的 你都要去標明 是 那我們的規範是規定的 中小地震是不可以發生液化 OK 好 那超過設計地震呢 允許液化 但是你要採用改善的工程技術 去克服他 包括做機裝 做聯繫壁 地質改良這個方式 去改良他 其實臺北市發生了四級地震 到目前來看 好像也沒有什麼液化的問題 所以中小地震好像沒有事 沒有事 那其實臺北市目前根據 因為所要的轉動工業 都集中在捷運沿線 還有臺北市的公共工程 這些點位 但是其實他的點位 可能是現狀 還沒有辦法 那個前面性的 也就是說 沒有公布的就代表沒有嗎 不知道 當然 那如果說要每一個基地 都去了解的話 當然就是私有建築的送給市政府裡面 要把專案報告附上去 而且要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業界都知道 現在私有建築的專案報告 都是形式的報告 他的參考性不是很高 這個我們業界都很清楚 所以他的資料能不能用 存疑 我們很願意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 這件事情 希望以後的工程 對於專案報告 這個專案工程 這件事情 應該用很專業的態度去看他 而不是為了只是交給監管單位 那種形式方式去處理 我們是願意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 所以公主長 你是說 其實土壤液化在工程上 其實早就知道 然後如果說我現在是蓋在 可能會液化的這個地層上面的房子 我本來就應該要在所謂的地質強化 改良做一定的所謂的改善 或者是我的這個地基 這個地樁要打得更深 甚至打到研盤 或者是我明明知道這邊會液化 所以我就開始那個混凝土 讓它放在地基上 讓他整個所謂的土壤 可以有一個很強實的 所以我請教你 剛剛我們看的是這個實驗 那實驗當然就是一個最完美 或是最理想的一個條件下 會導致我們來看看 我們看對於這件這樣 齊齊齊齊齊齊齊 這個情形在實務上會發生嗎 我們一般認為是不太會 因為這個看你的規模 看你的規模 當然你在做實驗時 你的力道可以使用很大 可以讓它是一個比較誇張的表現 可是我們一般現在包括921 包括台南這邊 事實上還沒有發生過 所謂的人員傷亡 那房子呢 因為地底下我們講說 地下的土壤本來就是很複雜的 不純粹都是沙 所以他要整個沉下去 那情況下就好像是在流沙的狀況之下 所有的沙全部都浮起來 全部都浮起來 都浮起來了 等於說他幾乎沒有承載力了 這時候你可能丟下去的東西 他可能會沉下去 這個是跟你的規模的問題 陳老師你能不能看這個威脅到底有多大 其實異化的部分 就像剛剛幾位專家所講的 他不至於產生這麼大的問題 他是一般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說 這一個普通的嘗試 這種很基本的嘗試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很坦然去把它面對 這是一個重點 譬如說我們常常舉的日本的例子 剛剛提到了 我想我們在日本的馬路邊 都可以買到的書 日本這些書 他就跟你講 日本的斷層有幾條 幾百條 然後日本那個島也是小小狹場 這麼小 這麼小長 他把你尾巴掛掉 然後他不只如此 他還很刻意的去跟你算 算一算 他這個地方 如果海嘯的時候 會淹到哪個地方來 那個粉紅色就是海嘯 能夠淹的地方 也很可能 很多人會覺得 最近日本很流行 其實也不是最近 已經最近五六年了 東京直下型的地震 大家都很清楚 東京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 大地震是死了五十萬個人 每個人都很清楚 結果東京大學老師 還有其他幾個學者專家 他就把它寫出來 這個馬路邊都可以買 所以你去買的話 也可以拿回來看一看 日本是一個開發國家 我們也常常號稱自己要 進入開發國家 這種資訊的公開 我覺得 不是很難的事情 是 我們過去 騎摩托車 戴個安全帽 過早大家買到要死 這麼麻煩 這麼熱 變成了一個規律 變成一個習慣 因為這本來就是保護生命的 最重要的東西 台北市的捷運 大家學到要死 大家排隊排得很好 讓別的國家來看 這不是習之以有人的規律性的東西嗎 所以 這個東西 因為它不是很特別的事情 只是 大家的這個 這個嘗試 大家的知識 或者是大家所受到的這種方式 接受這個教育的方式 很可能是最近 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異化 沒聽過 我們現在 以前常常說的順向波 從以前講到現在 一九九六年的賀寶台風 沒有 一九九年賀寶台風 然後瘟尼台風的林肯大俊 常常聽到這個名詞 剛剛開始聽的時候 覺得很納悶 好像這個猛獸 好像這些洪流一樣 現在聽久了以後 原來就是這樣 那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的居家生活 對於我們周遭的這個生命的這個保值 非常的重要 你說它不可以解決嗎 一話可以解決 剛剛很多專家覺得 我們要哪些哪些方法去把它完成 可以啊 因為它並不是毒蛇猛獸 它並不是這些腫瘤癌症 它並不是這個樣子 可以克服 而且我們有很多地方 剛剛提到了大樓的部分 你早已經在挖地下室的時候 已經把沙塵的結構挖掉了 是 就沒有了 沒有的話 你還怕什麼 是 所以那很多人當然也會覺得說 你專他的資料 不確實 或怎麼樣 這個很可能就是一個問題的癥癥 就像我們看到台南的這個例子 大樓倒了 很多人到現場去看 怎麼那個續接器會脫落呢 你在北京的苦情 是怎麼會減到那麼多呢 很難以理解 最近 日本很多老師過來 他們在跟我談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都很難齊口 哪有那個事情出現 所以平常的交易 這種基本的交易 一定要根植大家的心裡頭 平常這些嘗試 能夠讓大家知道 資訊的公開 那為什麼呢 陳老師我請教你好 所以日本呢 把那個幾個百條的斷層 都圍得清清楚楚 而且還可以數位化 海嘯發生的時候 會淹到哪一個村 哪一個莊 畫得清清楚楚 應該也把土壤 液化的這些潛視區域 通通講得清清楚楚 有沒有造成恐慌 有沒有導致大家不敢住 我們知道 三一一的地震 這個很有名 這個漢字 他寫的叫仙台 仙台大家都知道 東北 東北的第一大港 大國際機場 機場 我們飛行機坐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際機場有個大條 旁邊有刻一個三米二 就是海嘯煙的地方 是 我們常常會覺得 哎呀 你這是國際觀光的門面 這個門面你可能會 哇 讓你這個日本人 覺得很可恥 有可恥嗎 他邊排在那個地方 旁邊做了山場 在那邊賣了很多東西 買車 買什麼 買到一大堆 日本人告知全世界的 所有的觀光客 這是我們教育的方式 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 這種災難的經驗提供給國際上 所有人知道 我們遭受這種東西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說 資訊公開是絕對必要的 而且要防範 接下來就是說 你如何有一個正確判讀資訊 價值跟觀念 再來是說 當你得到公開的資訊之後 你如何面對 你的政策如何調整 你如何去補牆 你如何去防災 我們來看看 中央政府在下個月 就要公布全台灣 其實也不叫全台灣 是六個縣市的都會區的 所謂的土壤異化潛市 或叫潛能區域 而這個資料一公布 應該會造成一定的 可能的所謂的震撼 可是該怎麼面對 又該怎麼樣去做補牆 我們來看看 台南正在引發民眾 對土壤異化的警覺 經濟部地調所宣布 3月中將公布 雙北 高雄 台南 宜蘭 新竹 屏東 都會區的土壤異化潛市區 營建署也說 土壤異化潛市區 並非不能蓋建物 只要經過地盤改良 還是安全的 所謂的土壤異化 主要是含水的土壤 經過地震水和土的相互的 內聚力變弱 改變地耐力 導致無法承受上方建物重量 造成建物傾斜 學者觀察 這次的南台大地震災區 發現台南土壤異化的靈敏性很高 從台灣的造山運動來看 山脈前路到西南和西北部海岸 都可能是土壤異化潛市區 現在踏在那個噴砂上面 可以支撐整個體重 稍微攪動 我就直接伸進去 對不對 表示整個都這個異化 所以是相當靈敏性 通刷到這個平原 然後氾濫 成績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材料 通通都還沒有壓迷過 也就是說它只是鋪在那裡而已 它有時候鋪的水的含量會比較高 營建署在八十四年起 對土壤異化區建築法規 建築嚴禁 目前已邊有老屋建建補助 民眾對自家地基有疑慮 也可請人探勘補強 不過這資料的公布 其實就很像我們的健康檢查一樣 我絕對不敢去做檢查 不檢查沒問題 檢查專門 本來可以多久檢查之後 再見回家 可是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你就必須檢查出來 哪裡有問題 你才可以來解決 土壤異化 至少我們得到資料 是在工程界上 其實不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他有太多解決的方法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國政中心的一個資料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你可能會異化 你如果眼睛矇起來 什麼都不做 那房子倒掉 你可能被壓死的 你都不曉得 如果你知道可能異化了 而且像臺南現在很多房子 現在有傾斜 你會把他押起來 把他那個建築物呢 頂回去 把他押給沖 把他灌漿 其實就可以補強 我們剛剛講說 房子結構沒有壞 是因為土壤異化 讓他傾斜 你把他押給沖 下面把他灌漿補實了 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你知道你土壤異化 怎麼辦呢 兩種做法 一種呢 你把這個機裝呢 向下一直打 打到岩盤 就沒事了 你中間 他要怎麼異化 你講的是講到岩盤嘛 所以你房子絕對知道的嘛 但是你要講多少錢 那成本要放多少 可能說 啊有可能 我這間房子要花幾千萬給他去嗎 所以他說其實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打不到岩盤 也不一定要打到岩盤 你其實打得夠深 你的樁腳夠多 他就不會倒 再來是 你也可以把所謂的土呢 換過來 像我們的CEO記也換血一樣 把這個液化的砂質土 挖起來之後呢 灌或者是換那個混凝土下去 再來你也可以所謂的 還沒蓋的時候呢 你先把所謂的地盤先灌漿 然後呢 讓他的那個基地呢 變實了之後呢 你再來蓋房子 這個可能就是六青脈 你明明知道說他這裡異化 異化就是蓬鬆的這個砂質土嘛 沒關係 你就把它倒 放四面把它倒倒倒 把它夯實之後 你再來蓋 人六青脈 現在只有污染而已 房子也沒辦法 還有一個 這就比較複雜 你所謂的用所謂的砂裝 灌砂料進去呢 然後繼續把它夯實 在工程上有非常多的解決方法 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在工程上 你們怎麼樣去處理土壤液化 以及可能液化的前世區 工程上通常公共工程 都會採用上述主持人講的那些方式 去把它處理到 可以達到那個抗議化的目標 絕大部分的公共工程 是 但是民間工程 由於成本的考量 除非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像台塑 他的煉油廠 他只要一天停產 他損失很大 他才會是投資這個成本 那當然像台北市的豪宅 他也都會考慮這種問題 可是對於像南部鄉下那些地區 一般就有的建築物 那時候的設計規範 還有那時候的知識 還有成本的考量 幾乎沒有人在考慮這個問題 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那我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一樣 同樣是政府的一個資料 就是有關於土壤異化 他所做的一個調查 他其實也把 什麼叫土壤異化 做得很詳細的一個介紹 但重點是其實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宜蘭土壤異化 粉紅色的這個區塊 就包括宜蘭市 就是壯圍 武捷到蘇澳這邊 粉紅色的就是高度異化 潛市區 這是宜蘭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 桃園的部分 他一樣譬如說在觀音 大園靠海這邊 他也公佈了這叫 高度異化的潛市區 我特別講到這叫潛市區 不是已經異化 是可能會異化 當大地震來的時候 這個是在彰化 他畫的就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用線圈的概念 然後在雲林 嘉義 也有資料 在臺南都會區 紅色的部分 包括從入爾門溪 鹽水溪 二人溪 以北 這些地方 或是在大灣這邊 其實他也都有紅色的部分 高雄我們來看看 在旗津或是靠前鎮 在陵園 小港 靠海的這邊 或是左營這一塊地 可能那個土就比較暖 在高雄也有 然後呢 這個部分在屏東 其實他也都把整個所謂的 臺灣哪裡可能是高度的 潛市異化區都畫出來 現在在下個月公佈這些資料之後 民眾怎麼辦 你剛剛講到公共工程 比較沒問題 那民眾怎麼辦 我先解釋一下 異化潛能圖的製作 有非常大的問題 要討論的就是說 你的製作的圖 大家看這張圖 這張圖的比例詞 我不曉得是多少 我知道台南是25000分之一當地圖 我們講到地圖第一個要講比例詞 是 就是講精度 然後整個台南是大概510平方公里 然後104年度中央地調所 所做的這個異化潛能圖 用了2600個磚孔 請台灣世系公司做的 那我早上把它算一下 一孔大概勘管2500公尺 也就是50米乘50米 然後最重要的這些磚孔都是 捷印的那個線 還有那個高鐵的線 那中間很多是用內插的 所以我發覺它的報告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比如說意外評估方法有很多種 好 那每一種結果都不一樣 就是高異化潛能 中異化潛能的 結果都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密度 如果不經營會造成有多大的偶差 所以我倒是建議說 這個不需要以 講到資訊的公開 我是覺得說 其實政府可以做的是怎麼樣 他把所有以前製作 異化潛能圖的研究報告 全部把它整理 列出來公告 給民眾知道就好 因為我認為政府 根本不需要去負這個責任 民眾要不要知道他的住宅區 有沒有異化 應該去打電話問這個計畫主持人 我住址在哪裡 你能不能告訴我 我有沒有異化 那政府是委託他做的 為什麼政府要告訴 負這個責任告訴他 你家有沒有異化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樣子政府可以減輕這個作業的負擔 那這個責任也由製作 異化潛能圖的人來負責 這樣才能夠去減和 磚孔的正確性 磚孔的精度夠不夠 磚孔的配置合不合理 他衡量以後 因為所有異化潛能圖 最後都有用人去調過 然後異化潛能圖這些contour 這個各種用cricking 或是server 不同的軟體 那畫出來都不一樣 所以這中間有很大的uncertainty 就是不確定性 所以我是覺得 以政府來講 不需要去負擔這個問題 像日本這些圖 各位可以看到都有作者 對 他不是政府單位發布的 這個都是有名有姓 是 那你信不信 這個 就像醫生看你的病 你信不信 對不對 作者進負就這樣 對對對 沒有那個包都贏 所以陳老師你 你暫行政府其實不需要 竹牌 竹門牌 竹區段去公布這件事 還是說讓民眾自己查 其實這個就是牽涉到 很多這些研究的東西 大家認為 你做的東西跟他做的東西 各有一把號 各有一把號 他做的你可能比較不準 我可能比較準 那很多很多 包括媒體包括很多單位 他就自己從黃老師那邊 拿一個資料 你看看我畫了這個新一計畫去 文章你就是剛才這個問題 臺北市也有做 對 地調索也有做 兩個資料 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倒覺得 可以把大家整合 這個是很好 跟黃老師提的 是 大家整合 把他拿出來 好好的討論一下 你說這個是民間出版 日本政府都有 因為我們到了這個日本的這個 這個內閣府裡頭 我們去 這是他們幫我們介紹的 他們介紹 你去看一看 我們從這個地方 而且這些資料出來的那些東西 在國土交通省的地理院裡頭 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個都 這不是說個人各吹一把號 這個不是隨便畫的 這個都是有他的公權力部分出來的 在他的這個政府單位頭都有 但是我的意思要準確 要配套 剛剛講的 我們不能罵人公布是沒有錯 但是要配套 那這個配套 我們不能講說 你比較不準 我比較準 這個有點不負責任 意思就把這些東西把它拿來 我們怎麼可以去講說 你那個磚孔 你擋不到不能相信 那我們是不是要追究呢 你這個過去的地方 怎麼可以說不準呢 在我們的常識裡頭 那當然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是為開發國家 沒關係 古早的部分 我們現在大家都已經生活 已經知識這麼充分 怎麼還可以去講說 所以政府如果下個月要公布 就是要公布正確 精準的這些數據 所以我所所知道 最近因為有很多單位在開會 已經把很多的學者專家 全部叫過來 大家坐在一起 你有什麼話說 大家討論一下 然後大家講一講沒有關係 炒一炒也沒有關係 有炒才有結果 炒出來看看 黃老師 我是覺得說 不可以公布這張圖 要連專控的位置 他分析專控的位置也公布 你知道他資料 是 什麼資料的本質是什麼 是 不過我覺得這是後製 這是外出的 是 我是覺得說政府公布 要有配套 不 台北市政府有 你上公務局的網站 他的孔位有公布 他的孔位有公布 所以他是根據那個孔位去做評估 我剛剛也在呼籲就是說 其實政府 如果說要公布 要嚴謹的話 我是呼籲 往後的十年 你要要求 新建工程的業者 把資料做得完整 是 建管單位強制專探報告要負責 這些資料 你只要 不要多少 一年一個縣市三百個案件 一個基地至少三個孔 你算一算 我十年後 我可以拿多少孔 那麼資料呢 來研究 說不定夠 你甚至可以鼓勵 一些專探業者 把他們歷年來 往年來他們的資料 可以提供來 那經過一個研究方式 透過學者方式去檢討 這些的可靠性有多少 是 他們去判斷 那可以整合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專探資料 圖庫的建立完整性 沒錯 那這樣建立起來 也許公布了 大家比較有說服力 沒錯 公布我是覺得 既然政府已經講了 一定要公布 這個是事在必行 但我覺得爭議還是很大 我是建議應該不能夠 政府太急就張了 我一個月就要公布 好像效能很高 那其實可能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就是很粗糙的 很粗糙的資訊就公布 比不公布還糟糕 那我們也贊成公布 但是你要準備好 你不要沒有準備好 就先說一個月我就要公布 那這樣的剛剛包括 包括我們這個專家在講就是說 這個教育跟宣導很重要 你公布之前要先心理教建設 那所有的民眾要心理建設說 到底液化到底是產生多大的傷害 強度的中度的會產生多大 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或者說在液化土壤液化的區塊裡頭 也有很多建築物他做得很好的 他是安全的 但是他會變成受害 他可能是很好的建商 他可能地基打得很深 基本上他在土壤液化區塊 他也很安全 但是他會受到你沒有教育好 民眾不曉得說反正一聽就說 液化區域就不能買 那這樣就整個造成大家恐慌 資訊的公開是絕對重要 而且正確的 但是公開的應該是正確的資訊 以及正確判讀資訊的觀念跟能力 我們來看看資訊公開之後 很多事情很多災害就可以避免 譬如說美國舊金山 他就讓硬化的材料深入土層 然後就算你液化 他會把你解決 再來日本千葉 他是黏土層 然後土壤呢 先植成所謂的這個鐵板 來去補牆 再裝排水管 你水來沒關係 我嚇得出去 可以讓防止水位回流 臺灣其實在九二一之後 也很多地方都液化 所以他採取所謂的地盤補牆的方式 不是你的地區是土壤液化的 潛視區就不救了 其實有太多方法可以搶救 我們來看看其實臺灣有很多很多的經驗 譬如說臺中火力發電廠 他就是用鋼管打入土層 那個裝潮給它弄得輕輕 那就安全了 雲林六清剛剛談到 用那個一直把它弄 一直把它夯實 也安全了 用洋石錐打磚孔 譬如說在高雄中美核化工廠 或者是震動洋石等等 甚至你也可以用炸藥 這個當然是新的基地 新的這個開發建案 用炸藥把土壤弄得很密很實之後 如果說我們可以早一點得到資訊 或許這當然是馬後炮 或許臺南這一次很多地方 先及早去處理土壤異化的問題 搞不好這次房子圍樓不會那麼多 我們來看看這次因為土壤異化 導致台南多起的 這個所謂的土壤異化 導致房屋傾斜的傾斜 柱子旁不停冒水噴沙 2月6號地震以後 台南市安南區西頂裡土壤異化最嚴重 有320戶受到影響 輕則房屋下陷 嚴重的一樓變成地下室 積水沒辦法住 就趕快用椅子疊高 讓我們家人從這邊趕快出來 然後我就趕快把我家人救出去 要不然到時候已經開始 一直淹水一直淹水了 已經開始很難行走了 巷子裡的房子下陷傾斜 路面凸起 屋內也變成斷垣殘壁 好幾戶都被臨時安置在附近民宿 但接下來何去何從 有住戶表示不敢原地重建 我們沒有意願要原地重建 因為它土壤異化的太嚴重了 因為它當下就是整個土壤 就是從裡面地板 這樣子整個冒出來 西頂裡受影響的多達320戶 全台南市還包括新化 中西區和北區都有類似情形 台南市長賴清德 邀請土木技師和學者勘災 希望幫住戶鑑定房子還能補救 或者必須拆除重建 那這邊對於局部性的建築物 其實看土木技師的評斷 可以用灌漿輔正的方式 做局部的補強 那如果大面積的話 其實比較難大面積的去補強 不打算在這邊重建 又或者是想要尋找其他的房子 除了說政府有這個租金的補貼 或者利息的這個地利貸款以外 那其他恐怕本身出錢去興建 恐怕要自己來 學者表示 一化區如果經過土地改良補牆 還是可以居住 最後有多少房子必須要拆 會有多少居民面臨重建困難 市府還在調查 但強調會盡量爭取經費補助 並且儘快完成一化區範圍調查 和土地改良 記者王界村許正俊談的報導 不過資訊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透過美國IRIS 這個是美國科學國家的科學基金會 所贊助的一個專門製作科普 或者是教育的一個公益基金會 他做了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三種地質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P波來 S波來 表面波再來的時候 同樣的類似的結構的建築物 他遭受到不一樣的這種所謂的震動 以及土壤異化會發生什麼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說 你家下面那個地到底是什麼地 是不是有足夠的 所謂的補牆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這個所謂的最左邊這個 就是比較堅固的這個沿盤地址 就是在這裡說的 中間他就是連結比較不好的 然後最右邊靠海的 或是靠河的 這個就是泥沙地 特別你看到 我們看到最右邊那個淡黃色的 這個塊 就是等一下會發生土壤異化的情形 我們先來看看 當P波發生的時候 第一次地震波 P波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 炎盤大家都動 S波第二波 你會看到 在泥沙地的部分 就搖得很嚴重 再來你看到最慘的是表面波 炎盤還好 然後一般的地質呢 晃得已經很嚴重了 但是有稍微鍵來 廚房但是沒倒 泥沙地的部分呢 房子就倒了 可是特別我們注意到 最右邊那一棟房子 它搖得很嚴重 房子沒倒 但是呢 因為土壤異化 你會看到它土壤異化 房子就沉下去 同樣一個地震 同樣結構的房子 蓋在不同的這些地質上 災害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陳老師 就整體國家房災的概念 怎麼去面對土壤異化 怎麼去面對所謂的地震 再來的不同災害 其實我想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居住在這個島 我們就是板塊碰撞的區域 從日本來到臺灣 來到菲律賓都是如此 那這些資料 就剛剛大家所談到的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嚴謹 非常的正確 去把它建立起來 這些建立起來 這些很基本的 地質環境的常識 當然一定要正確 然後讓大家知道 你居住的地方 到底能夠承受 什麼樣的這些衝擊 我想這個很重要 美國都可以做這種科普 教育式的東西 讓我們每一個都看得很清楚 美國的小孩子就是這樣 平常在這個 學校有看的書 大概就是如此 我們在國外生活也是如此 那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能好好的 將這個教育 好好的生根 在大眾的心裡頭 是 大家總覺得 我們的學生畢業以後 學到剛剛主持人講的 那麼多的大地工程 如何克服 醫化的工程措施 結果呢 過了幾年 就回來就會講 好像人家不願意投資這麼多 開始啊 將你過去所學的東西 本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優秀人才 是 開始慢慢在某些壓力之下 慢慢打折 這個啊 我倒覺得啊 社會的環境啊 應該去好好地改造 不應該如此 是 那些東西啊 應該要非常正確地 承受在大家的腦海裡頭 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非常自由自在地 把它打開去看 看得一清二楚 然後了解你周遭的環境 是怎麼樣 我們生活才會安心嘛 或者我們居住在下面 好像是一個地壘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不安心 這個圖最大的意義就是說 都可以蓋房子 但是呢 它的安全標準 就完全不一樣 炎盤地 泥沙地 或者是可能土壤異化的土地 你的安全標準系數 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重點是 資訊要先透明公開 黃老師你怎麼樣看待 現在政府該怎麼樣去 重新面對制定所謂的 整體的防災政策 特別是在所謂的地質這部分 這我 我很同意這個 剛才陳主任講的 我是其實就是 還是要結合大家的力量 很嚴謹的去製作這些 地質災害的潛勢圖 是 那政府常常捨不得發經費 通常一兩百萬 就要人家做出 這個很大的東西 不給經費 那教授就只能 就有限的這個磚孔去做 那政府如果真的要做好 就要投入經費 去把像剛才 洪理事長所講的 整個磚孔建立 補充 然後校合的工作做好 而不是說急著在一個業裡面 你公布可以 但是精準度是有問題 也許你可以說 我們用一兩年的時間 把它做得更好 再來公布 其實也好像不是不行 政府不要以為說公布 就沒它的責任 重點是你要公布正確的資訊 以及公布之後你要做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公布之後 你外面發出什麼 跟我一點都沒關係 所以洪理事長 你怎麼樣看待政府 這整個政策調整 我覺得現在 疫化區 會比較影響的是低樓層 那這個事實上 政府應該推展都跟計畫 是最好的東西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別忘了 你們還要淘汰我去 我在這前夜 我找不過你的頭 往前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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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被掉下了 他們不敢靠過來 隨便不倒流 只要再給我兩盒 你就可以出去 所以想叫他害你 然後自己脫身 誰脫到有事 最後就是牛三片 一道神秘的閃光 穿進了傳唱千古的 淒美愛戀 像在雜倍嗎 這場奇幻的旅程 到底是夢還是真 秀琴歌劇團 喜事雙飛DVD 帶您深入時空交界 翻轉經典兩柱愛情故事 看悲劇如何成為喜事 有情人如何得以雙飛 你愛看影片動畫 又樂於跟人分享想法嗎 第七屆小導演大夢想兒童評審 開始招募囉 歡迎九到十五歲 喜歡看影片 又能清楚表達自己想法的你 趕快在三月十一日前 報名兒童評審喔 詳請請上公視教育資源網 或撥打02-2633-2000-09 不可以的啦 拜託這麼用的吃 為什麼 因為聽說要給我們補皮啊 師傭罵煮的 又不是老天爺 以前一樣做一碗飯 我們就要送人一道美 有有有 老師有說要資生煮爆 我們以前做人就要知道感恩 這是我的比較無亂 那感謝老天爺給我一個最棒的阿嬤 那段時間有一些猶豫症 就因為前段婚姻 她常說我在控制她 我只是提醒 我覺得大院做了一個檢查 非常不樂觀 那時候真的很擔心 我只要一個陪伴 她如果能在我旁邊久一點 只要能在她身邊就好 《愛的萬物論》 每週一到週三晚上11點 好好看看我